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赵sir 今天我们请赵sir来分享首先一件事 就是赵sir刚刚在环台22天跑完整个台湾 这也是一种很值得有挑战性的东西 我们请你分享一下期间的苦与乐和经验 谢谢老sir 给个机会我可以讲一下我在昔月份做了一个环台的活动 亦都是我说我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挑战 到现在的例子 在我跑步来说能够连续22天去跑到1000公里 相信来说都是自己一个创举 其实我都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成功 1000公里 除了22天的话 每天一个马拉松 应该比一个马拉松很多 其实都应该 在整个环台的安排上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天 因为如果我们要在22天这个指定的一个时间表里面完成的话 其实我们每天一跑基本上都会超过一个马拉松 有时候会去到45公里 有些情况因为要遵循我们的路线 住宿的问题 有时候去到50公里以上都有的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是一个比较挑战呢 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说 跑一个马拉松其实都已经很辛苦了 有连续22天都要跑这么多马拉松来说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就算对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个很新和未尝试过的挑战 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分享 我相信那位观众 听众都很想知道的情形 你们今次是多少人一起去的呢 我们本来说有5个人一起去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Richard Hall 跟兴做环台里面的一个快乐人 因为他在之前已经自己做过一次环台 所以对环台方面他是很有经验 另外他自己也都试过跑步上去北京 更远都有 所以他在长途连续去跑这方面 经验是很好的 Richard Hall 就是何便庚 就是阿托邦帮主 我们俗称他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是的 他因为这方面有经验 所以他这次突然提到 在今年里面 3月中再 我们尝试一下又再一次环台 主要是跟一条1号环台的单车路 作为环台里面的路线 我听到之后 其实我也很开心 因为这一件事 其实都在我未工作退休之前 都很想实现一个梦想 能够用自己的脚去台湾 跑一次 这次我刚刚退休了 所以在时间上的弹性大了很多 我们觉得 咦? 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环台 是一个黄金的机会 如果不试的话 可能也不知道等什么时候 才有人陪我一起去跑了 所以当时一听到之后 我就开始准备 在今年的3月中的时候 跟阿根兴一起出发去参加环台 这个环台里面 除了根兴之后 还有她太太 Marinda Marinda也是一个长跑好手 我也知道有两个好的长跑好手 绑着自己去跑的话 其实成功率是很高的 另外还有两个 就是Moon Sir和Moon太 他们两个也很有兴趣 去参加一次的环台活动 总共有五个人一起去的 我知道环台台 台湾也挺多下的 刚刚不久前 才有一个19天环台 他们是有人带领 带领子分了19天完成的 有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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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固定的路线 有些竞赛性质 都相当辛苦 亦都是很多人完成到 其中有些人 也都没有跑过 那你们的环台 和之前的19天环台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真的一个比赛模式 19天是一个比赛模式 他跟我们参加一些马鞋 或超马比赛一样 都要在指定时间里面去完成 有指定的路线要去跑 所以他有相当的要求 放在一个环台的项目上面 我们今次的环台比较舒服 为什么舒服呢? 就是我们自己计划的路线 我们自己计划的时间 我们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时间限制 跑不早的时间 就要被人DQ 没有的 他们的环台 每一天都有一个限定完成时间 是有些压力的 是 但我们来说 我和阿根兴我们的目标 我觉得今次是一个叫 跑游的活动 就是一边跑 一边是一个游览的 那么的好处就是 我们本身来说 可以透过这个跑步的活动里面 去欣赏台湾 去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名声地点 我们可以观光 另外我们可以接近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要趕时间 因为台湾人很热情 我们很多时候和台湾人 跑步的时候 都有很多交流 所以起方面来说 我们的弹性能做得好些的时候 我们可以花时间和台湾人去交流 聊天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和比赛来说很截然不同 其实也因为一个这样的跑游活动 令到我们减轻了很多跑步上的压力 令到我们完成台湾上的环台项目来说 是相对容易一些的 换言之 没有压力跑是你们的优点 除此之外 你们的行李 旅店是如何安排的呢 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他们玩比赛 事实在这方面的安排很多 因为比赛大会的安排 已经和你安排好食 住宿 和他们的行李 他们其实只是和我们平时跑步 可能背着水墩 就可以跑步了 是相对很简单 也不用去兼顾周遭的事情 但我们是一个游跑 也是一个自助的模式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自己背好随身的行李 我们都没有一架车 或者其他人帮我们背着行李去跑 我们要自己背好 所以在行李和装备上 在出发前我们已经很小心去计算 我们带多少东西 要用多少东西 令到我们的负担 在身体上的背囊负担不尽量减轻 而我们去到哪里吃东西 或者住宿 可能都是很随意的 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路线 或者当日的情况里面 去预定我们的酒店的位置 或者民宿的酒店位置 吃东西也是我们可以说跑到哪里 就吃到哪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 可能要跑多少公里 才能找到吃东西 所以在适当时间 我们可能就已经要吃东西 所以在这方面的安排 它的弹性就会大一点 也可以说 因为这么随意的时候 有些东西我们每天跑 都要有一个随机应变的方法 我们跑游 就是跑步 就是游览 这个特色 跑游 自己跑步 自己负责 那行李要揹上身 那什么行李 有什么准备 和要多重呢 因为揹着 行李跑都挺辛苦的 应该 是啊 其实我来说 为什么一个挑战呢 就是说 我们过往来说 跑马拉松 其他东西都很少 要揹着这么重的东西去跑 那么我们今次来说 其实就是 根兴提过 他过去的经验 其实一个人 要长期跑的话 如果超过四公斤以上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都以四公斤 这个重量为一个上限 那么我们就在四公斤里面 带齐我们要跑步用的三腹 我们休息时的三腹 我们一些脱身里面的用品 我们一些的药物 甚至是我们本身可能因为 我们要有一些 譬如电话充电 这些 就是需要我们跑步用得到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都要带着 包括一些可能预寒的衣物 防雨的衣物 我们都要带 或者是我们穿阿拖跑的 我们可能也要带 就是拖鞋 我们叫拖鞋 拖鞋 我们都要带多一对后备的预防 那对拖鞋有问题 我们可以更换 就是这样一样夹的时候 我们尽量在四公斤的范围里面 作为我们的指标 那你每天都背着四公斤 背上身的时候 就有什么特别的轎门呢? 其实呢 这个都没有人的习惯 好像根兴他们 跟Miranda 跟根兴的太太 她们背的背包 是尽量很小的 很贴身 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的 跑山用的背心背囊 她们喜欢贴身的背囊 作为她们的跑步上的装备 但是因为背心的背囊 有个不好处 就是比较小 它进去的东西 可能要折得很紧 或者每一样东西 可能压缩的空间 都要做得很好 才可以用一些贴身的背囊 但是背心背囊 有个不好处 就是它本身没有办法 在腰盆骨上借力 因为全靠肩膀 所以变成这件事 她们一定要把重量压度很轻 我自己第一次 我也没有经验 把所有的物品能力 压缩到一个这么轻的范围 或者这么小的范围 我也是背起一些 比较大的背囊 就是我以前玩开 七天的沙漠比赛 用一些比较大的背囊 我的背囊是35厘的 但实际上我都入了35厘的 都要 用这些背囊的好处 因为它有腰固 我可以把很多重量 乘到腰间盆骨 所以我的力量 没有集中在肩膀上 即是会不知道 其实在腰部 有一半条带 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我这22天的经验上 这个做法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在肩膀的负荷上 相对轻很多 我没有负荷太累 我做摆手 其他动作上 我都比较舒服的 所以 这是我自己用的方法 所以 我刚才所说 你平时的训练 对负重上 你习惯用什么方式 很影响到你22天里面 你自己用什么方法 去做什么背囊 和你的重量 我想问一问 背囊 你自己有没有加工 在背脊那里 给一些发布膠 或者其他东西 占一占 令到跑来舒服一些 我也没有 纯粹都是背囊的设计 因为这些背囊 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你可能要自己去试 试了之后 你觉得適合自己 所以有时候 也有点说运气 因为这么巧 我刚才找到背囊 又適合我 轻度又够 容量又够 我背上身又舒服 这么巧就找到 但是不是 普通背囊 腰部 都是有一条带半字 你不需要特别加工 不需要 因为我试过 有些背囊 它都是有腰固的 但是重量很重 因为我们说是4公斤 你的背囊 可能是1.2公斤 你可以摆东西的重量 就要受限制 我现在用的背囊 很轻的 低于1公斤 0.2公斤 所以我摆东西的空间 和能力上就会多了 所以我喜欢 这个比较薄身的背囊 但它的腰固 当然没有厚的大型 但起码都可以承托到 一部分的力量 好多谢焦先生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大约要跑 就跟这条路走 然后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跑步的时候 要有什么注意 之前要有什么训练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跑步 已经跑了差不多有16年了 其实跑步这件事是我的兴趣 我相信 对我来说 环台之前的准备 其实我之前很喜欢跑步 跑步其实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至于日常多跑步 其实你慢慢就会练到 相关的跑步的耐力 因为没有一个人去练习 他日日跑这么多公里 能够跑到 都是主要你以前 跑开有一定的耐力 加上今次里面的一些准备 你变成了在跑步方面 成功率就会高一点 但当然我在环台之前 我都会做了一些 特别的训练 包括一些 我可能会是每天 back to back的练习 因为可能今天跑了20公里 明天又跑了20公里 做一些比较频密的练习 作为我在持续性跑步里面的一个要求 另外一件事是 我都会试试做一些负重跑 我都会尝试一些重量 亦都包括我参加一些七天的比赛 比较负重的10公斤以上的比赛 都作为我自己对负重 要上山或下山 跑斜路的一些基本的训练 之前你都经过训练的 不是某贸园的参加的 到了参加的时候 听你这么说 之前是没有试过连续22日 一个马拉松的 你都可以 出发之前 你的信心是怎样的呢 出发前 我刚才说的 我出发前的练习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短途 但是都会比较频密的持续性的练习 起码对持续跑的东西是有信心的 换言之 你每天都会跑 不过就不是跑40、50 而是20k 每天都跑20k 20k、10k 总之你持续性 每天跑 每天跑 这个会对自己的信心上 有一定的支持 我觉得 但是你又出发前 因为你始终 都没尝试过 我刚才说挑战 你始终没试过 没试过 就一定是挑战 所以你对挑战的心理上 是事实会有 就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始终一天没要出发 没要试 你都不知道自己成功的能力是怎样的 所以前面那段时间 我都说 我们尽量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心态 去应付自己的要求 看看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 可不可以慢慢适应这件事 我都是要 每天每天去试 令自己的信心 或者是跑步上 一些配合的要求 做得好些 你去到台湾 开始真的跑了 第一天 一个马拉松 就好走 前点第一天 第一天不止 第一天就已经是52公里 二公里 超过一个马拉松 应该没什么特别 因为平时都会参加马拉松 第二天开始 或者第三天 感觉又怎样呢 其实应该先说第一天 其实第一天就已经跑52公里 其实可能是根轻给我们一个比较严谨的热身 希望你第一天都能够跑到52公里 第三天跑短一点一定没问题 所以第一天是52公里 但52公里其实是很辛苦的 因为那天天气很热 也是第一天我们负重去跑 第一天去面对一个这样的连续性 其实我们五位朋友第一次来说 其实跑出来的时候都是相对辛苦的 所以第一天我们跑到民宿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去到差不多7点多了 其实由这个下午当时 那时差不多是9点开始起跑 其实都跑了十几个小时 第一天跑了十几个小时 其实是挺辛苦的 所以我们第一天跑完的时候 大家其实在身体状态上 都未完全适应的 我还更加出现了问题 第一天就是因为跑完之后 其实个人比较虚脱的 但当时因为未及时做一个能量上 食物上的补充 因为可能要回去洗澡 洗衣服做一大堆东西 到差不多8点多才去吃饭的时候 个人其实就比较虚脱了 由颈渴又虚脱 所以第一天我们去到那里吃饭的时候 就喝啤酒 我已经暈倒了 因为个人太虚脱了 所以才明白到原来 第一天虽然你觉得 都是一个马拉松 但是个人本身 你未习惯一个长蟲去跑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可能都变化 会比较大 所以第一天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第二、第三天 我们就调节 包括在距离和速度 和其他跑完之后的时间 休息和适应的事情 都做多了 所以二、三、四天之后 其实我应该说 开头的七天 其实阿根兴说的是最决定性 因为你能够熬过前面的七天 你基本上都觉得没问题 之后你的身体会适应 你每天跑到这样的长度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所以前面的七天 我们其实每一天 回去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尽快去补吸 即是说 包括在食物方面 吃我们需要补充能量的东西 我们尽快去用热水量 去做一些血液循环的帮助 尽量做些休息 让自己在这方面 尽快去回复体能 所以变成在每天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都觉得大家都精神状态好 所以跑步时的情绪 都会比较高脏 你跑得舒服点 虽然跑到晚上会比较累 但是知道如何休息 如何补充能量之后 睡醒之后 其实基本上身体 都觉得recover得比较足够的时候 其实又可以跑 可能经过了七天之后 身体都知道 其实跑完休息再跑 其实是可以的 那你自然的心理上 就可以应付了 听说我们的赵sir 都证明了 天生就会跑的 我们现在不能跑 是因为我们未适应 原来适应 就可以每天都跑的了 但是跑的时候 当然了 听赵sir介绍 不是很拼命地跑的 又很轻松地跑 没有压力地跑 跑完之后 你们似乎听你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善后服务 就是充月水粮 陆了脚 陆了身 是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全部都是自助式的 没有人去服务你 所以我们跑完步 第一件事我们要 在酒店 我们要做好登记 分好房间 我们进去 然后我们要搞定行李 四行李 然后就要洗衣服 洗澡洗澡 因为每天都要自己 做好这些东西 都很规律性地 去做好这些工作之后 我们就去吃饭 吃饭时 我们尽量要补给 要吃一些 我们觉得能量补给的东西 对自己身体有帮助 健康的东西 尽量在吃饭方面 我们能够补完 然后我们就尽快回去 休息就是这样 所谓能量补给 一些适当的食物 具体来说是吃什么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要吃饭 吃饭 但是当然 吃饭来说 我们有些可能 我们会被注重在 肉类上面 或者是蛋类上面的 要求 我们会在点菜 其他方面 我们会在这方面补充 另一件事 因为我们要 保持自己有一定的胃口 大家都尽量去点自己 最喜欢吃的一些菜 让自己 保持到一个 比较好的胃口 吃多些饭 喝多些 一些即当的饮料 湯 拿到自己 这方面的补充 就不会出现了 其他胃口不好 或者因为你吃得少的时候 翌日再累积 跑上去的时候 慢慢透支了自己的体力 再回复的时候 就会难很多 我想知道 你们有没有 要喝保抗力之旅的饮品 我们通常 譬如我们跑步的时候 譬如我们现在跑50公里 这样算 你可能都是5公里 6公里 我们会进去7-11里面 或者在一些 Fatmark里面 做补充 这里有很多类型的饮品 就视乎自己喜欢 有些是想能量饮品的 有些可能想一些 营养饮品的 各人的需要不同 有些可能喝这些 尽量解渴的饮品都有 但是我们都会尽量 针对性自己有什么需要 就是选择什么饮品 因为在台湾上 这些便利店 供应的饮品种类 不下100种 你一定会找到 一些你自己的需要 对的 包括刚才说 我喝保抗力也有 但是你需不需要 这个很看伏自己 视乎个人 你有需要就喝 我自己个人来说 没有喝这些 所谓的刺激 自己的精神状态的饮品 我大部分集中 在一些营养饮品 包括一些鲜果汁 或者一些豆浆 这些能量 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帮助 我尽量喝 刺激性的 我甚少喝 就算是咖啡 我都不是喝很多 但是譬如 阿根姐和阿根嫂 他们喜欢喝咖啡 如果提神 他们都会喝咖啡 每个人的胃口 你自己怎么自己掌握 回复前面一句 你平常的训练 你自己想喝什么 觉得对自己有帮助 你要自己了解 清楚 多谢你的介绍 因为很多听众 可能都有兴趣 知道 適应自己平时的节奏 自己的习惯就可以了 每天的时候 应该都会很晒的 应该是 有一段 有几天 因为我们是 跑那条环路线 我们是先向南边跑的 所以向南边跑的时候 我们过了一个回归线 其实就下了热带 那段时间其实是很热的 我们最高温度市道差不多 去到身体感觉上 超过33度 你所谓的环台线 究竟是有什么固定的路线 还是什么标志的呢 它其实是一个单车 一号单车径的环台线 本身来说台湾都相当出名 因为很多单车环台来说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活动 包括当地人 香港人 其他人都会跟着线 不过人家用单车 我们用脚去跑 因为单车线来说 相对一些指标 就像一些车的路标 很清楚 你可能在某个距离 都见到一个路标 包括在路面 包括在路上 一些地面 地面上 你会见到一些标示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有GPS 一条路线作为一个辅助 所以在路线上 其实相当清晰的 容易见到 所以对于一般 我们不熟悉台湾人来说 跟着一条路线去跑步的话 相对来说 我们觉得会少了沉担忧 不用怕跑错了路线 或者跟着自己的队友 失去了联络 因为大家都跟着路线跑 很容易知道 有一个位置 联络到 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想知道 一套单车环台线 它有没有逆向 或者是顺方向的 有的 它可以逆时针 也可以逆时针 两边方向都有标示 标示 我们今次就是 用逆时针的方向 先向南 再向西面 然后再向北面 再向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和顺时针 有什么分别呢? 最主要的分别 可能是 在雨面对天气方面的变化 因为我们在逆时针 就先下南部的时候 就有机会先面对 比较热的天气 到后来那段时间 回到北面 我们就会变回比较凉的天气 我们的想法上 就是因为三月中去 那时候希望未必到太热 所以先去热的地方 然后回到四月份 较热的天气时 我们面对比较凉的地方 可能在天气上容易适应 情况结果上来说都类似 只不过我们先到南部的时候 那几天是比较特别热 也就是台湾上面 当时他们也说回 少有在三月中 南部的天气热得这么浇灌 但这也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路线 已经 plan 就是这样 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找旅店 找食宿 在台湾方面是否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 只不过我们本身 因为有一个限制 就是我们想跟回一条 环台线 我们的住宿 希望尽量 都会跟回路线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多跑几公里 然后才去酒店 又要多跑几公里 返回路线 一天或者这样来 可能有超过三、四公里 就对我们的连续跑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选在路线附近 这是唯一一个比较大的限制 有时在路线附近 有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就比较难找些 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里面 都尽量在我们预计的路线 先找酒店 找不到我们就要找远些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预计四月初 很多是连续的公众假期 其实是台湾的 那天很多台湾人 就会去西边那边 花莲那边去度假 在花莲那边 相对来说 酒店或者民宿比较难 我们要六个人 或者五个人 我们需要有三间房 如果三间房 要设计同一个位置 是比较难些 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 就会尽早先做了 设计民宿的安排 这个是比较 我们之前没有预计到 设计民宿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去到那边 设计到那边 但是我们这次就预早设计了 你所谓的预早设计 是提早多久呢? 我们去到的台湾的 第3日第4日 开始设计后面的那些 基本上都可以按照 这个计算好的时间 跑的了 因为计算好之后 你不计算好时间 那些酒店就离开了 那就会被问题大一点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动力 就是我们设计了那边的酒店 我们怎么都要跑到酒店的位置才停 不可以提前停 那又不行 非常多谢焦sir的分享 我们这一节到此为止 下一节再来 老sir主持跑步与健康 我们第2部继续请来焦sir 介绍一下 幻台的细节情形 多谢焦sir 是 老sir 你好 我们刚才分享了幻台的东西 具体我们想知道 你每天跑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问题就不是太多 很多时候我觉得 心理的克服会比较多些 因为始终 人没人试过这样 长时间去跑那么长的路程 连续性跑 心理是有些负担和压力的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你如何去 将这种心理压力 舒缓了或者减低了 我自己的方法 其实因为第一件事 我们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跑游 我们不会去追求速度 亦都不会去追求某个时间 一定要去完成 就是在当日里面 去到我们预定的民宿位置 就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 当然这个民宿位置有长有短 我们有时每一天 有些会42公里 有些会45公里 有些会48公里 有些会48公里 每天都有不同的精彩 但是起码我们跑之前 当然我们会知道 因为我们预计到我们的路线 预计到距离 我们会有心理准备 譬如我们知道那天要跑50公里 如果跑50公里的话 是相对长的 我们会想一下 咦?我们怎样去应付 这个比较长的距离呢? 那天我们就会看看 路线上 有没有一些点 可以给我们去游览 那可能在游览点 我们休息 有没有点 我们看到的地方 是有些特色的食物 那些地方去试食物 不如我们都要补充体能 又可以试当地的食物 亦都是一个开心的做法 另外就看看沿途 多不多一些的 例如7仔或者Fanmark 那些可以给我们做補级 那我们就预计 可能在5公里或者7公里 我们有一个補级点 有一个補级站 那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 那我们会将50公里的东西 我们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标杆 我们完成这个标杆 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标杆 那变成你一个人 虽然我们跑50公里 但是我认为每一个标杆 可能都是5公里 或者最长是10公里 那变成你会很容易 去到10公里 我们在标杆休息 去玩我们所预订的一些要求 去参观那里的目标 拍照 那变成对整个跑步上 我们会舒缓到 我们跑50公里的压力 因为我们的感觉上 可能都是跑5公里 10公里 只是连续跑一个短距离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把这种压力化解到的 就是换言识是斩见识 那你每天其实是几点起床的 我们都很规律化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我跑了22天 其实在第5、6天之后 我发觉自己好像要上班的状态 因为每一天我们一定要起 7点或者6点 或者已经要起床 视乎我们的出发时间 譬如我们那天要8点出发 那我们可能要6点半 要起床 梳洗、吃早餐、准备 每一天都是很规律的 就是会视乎当日的路程 我们会规定 我们几点钟就要起床 起床就要很短的时间 做起所有的事情 也要规定了 譬如可能 不可以说规定 预计了 我们可能当日的5点或6点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目的地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 那个目的地上 我们一找到民宿 我们几点钟 就要做好梳洗、洗好衣 因为洗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不是第二天 就没有一件干的衣服可以穿 我们就要做好这些东西 接着减钟我们就出去吃饭 因为太晚吃饭 可能在某些点 周围的食肆 可能会关门的门 找不到食 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好时间 出去找食 吃饱了我们一餐之后 回去自己做一些舒缓的动作也好 或者是休息也好 什么都好 先说一说 因为你带着行李 你不可以带多 你换的衣服应该只有一件两件 是啊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就觉得 因为你带太多的一些跑步衣 其实可能作用都不大 因为你一个重量 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觉得 你跑步的衣服 你只要穿得上身 然后你又出汗 其实湿干对你的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要洗干净了 不要说寒味太重 你翌日可以穿得快 只不过我们希望 就是说 洗完之后 尽快可以能够干衣服 就干了 你干的 譬如那里有洗衣机 有干衣机 就尽快拿去做 洗了去干了去 没有的话 我们找一些比较土炮的方法 整个干衣服 吹完翌日 可能可以穿上身 这样就可以了 怎么整干呢 其实首先一样 你穿背心跑 只是长袖 或者短袖衣服 因为我们去跑户外 我们平均每天 其实在户外时间 要接近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的话 基本上 面向太阳的 暴露在太阳的时间 相当长 所以我们一般 都不建议穿太小衣服 或者赤身 赤身 背心 因为晒伤的机会很大 我们都会穿一些有袖的衣服 而且肩膀里面做好保护 包括你不要被肩带 磨損 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不会穿一些太小的衣服 尽量保护自己 包括颈 其他肩膀 一些移晒的地方都尽量 戴帽 甚至有些 曼太太 可能做防沙众的地方 整个面子都凹 那些 那是女孩子 贪美一点 你戴一套 还是要有替换衣服呢? 没有的 替换衣服就是 晚上自己睡觉的衣服 跑步就是一套 那你怎么洗法呢? 有洗机 当然要把洗机洗 只不过我们可能要排队 我们一架洗机 我们有五个人 五个人排队洗 是 又不方便又不想一起 一次过放进去 除非我们曾经试过有一次 但因为主要是时间安排不了 还有可能有些其他安排 就要先一起洗 大家时间安排到的 因为我们比如早回到民宿 大家都有时间的话 那就尽量排队逐个逐个洗 因为它有洗又干的话 其实是OK的 但是如果刚才说 它真的可能没有洗衣机 因为民宿真的没有 没有洗衣机 如果用手洗的话 就用肚炮的方法 这个是很多单车队 都会这样做的 就是将衣服洗完之后 它就会用一条吸湿的毛巾 一起扭 你用吸湿毛巾扭干了 吸了水之后 然后再将一些 抹身的干的毛巾 再扭一堆 然后吸水之后 如果水能够吸了差不多九成 你要放在一些冷气口的位置 其实明天基本上都可以干掉 吸湿的毛巾有两种 一种是油水的那种 有胶 一种是纤维式的 像毛巾那样 那类的 我们用油水吸湿的那种 比较软的那种 是比较好 软软的 软软的 而且尺寸可以大一点 就会方便你包着衣服 去扭的时候就会好一点 其实那种毛巾 是有很多尺寸的 还有在运动店 我相信会有80元以上 如果在10元店买的话 是10元到20元一条 是相同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吸湿能力会好一点 我觉得便宜贵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吸水吸得不够的话 变成你浪费了些时间 做不到效果 我相信是没问题的 因为老sir也有这些 我一定会限钱用的 10元店到现在都还可以卖 10元是小一点 20元是足够大的 好像毛巾那样大的 我都觉得是大条 是 扭干了之后 原来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相信就算不干 就算是没所谓 因为转头都会出汗 是 我们有时试试 例如下雨天的时候 翌日真的都未必干了 是 如果不干了 就湿湿地照着 但是反正可能出到去 跟着下雨都会湿 所以 不下雨都会出汗 其实也这么说 你适应 人都是适应 就是人都喜欢干干净净 舒舒服 但有时如果你不行的话 你便适应 濕的 你都要穿上身去跑 因为 不会死得人的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老sir 喜欢跑游的 不过 那个游是游水的游 我经常都穿着濕衫的 濕衫跑 跑到去地铁 那我们 譬如跑去游水 游完水之后 就穿 不换的 游水那条裤 就是跑步那条裤 一样的 跑回去地铁 接着要上班 或者之类的 跑到去都会干干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你跑的时候 有时会很热 那你们怎么应付呢 我们试过几天 真的热到 去到体温感觉 超过3.3度以上 真的很热 或者又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摸一下遮掩 也真的会比较辛苦 我们的做法上面 最热的情况 有几天 比较热 有时我们跑高铁下面的公路 因为高铁下面的公路 基本上没有东西 因为全部都是野外的地方 没有东西 我们跑了差不多接近10公路 那些路 真的很辛苦 因为又热 又没有东西遮掩 那会相当辛苦 那我们的做法上面 都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体能量 所以我们尽量把速度减得很慢 甚至我们有时走的 速度慢 甚至走 遇到有风的地方 或者有些遮阴的地方 譬如有时有些树 它比较大棵 可以遮阴阴 我们都会站在这里休息一下 尽量把体温降到自己觉得是合适 另外加多喝水 但是有时 这些公路 可能5-6公路都看不到一家森仔 即是连想进去休息一下 喝水的地方都不多 这样的时候 真的要把自己的速度控制得很适宜 即是要休息就休息 要走慢就走慢 即是尽量避开自己的中暑的机会 这样做 既然有这么多森仔 其实是有没有必要自己带多些水呢? 因为可以入森仔补充 是 其实我们平常都不是带很多水 我们平常可能在根深里面 其实都是250ml到500ml之间 因为随时有得喝 因为随时有得喝 因为在大部分的台湾里面 如果我们在东面来说 那边下去的时候 大部分很多的森仔都很足够的 差不多可以说 多到可能是2-3公路 你完全不受要补充的问题 但是去到西面那边 即是在花莲那边 某程度上真的比较疏落 我们通常会靠看GPS 看下一间我们可以补充的森仔的位置 有多少K的 如果那个K数真的比较长的话 我们就会随身携带多一些后备的水 飲料 或者是食物 即是保证自己在那段时间 如果有需要喝足够的水 那肚饿需要补充食物的话 随身上面都可以补充到的 我们这个就是在进入一个森仔的点 去planning下一个森仔的点 我们就已经做了这个功夫了 基本上很少试过 一滴水都喝光 即是GPS有显示到森仔的位置 有的 很容易搜索到的 非常方便 你跑的时候 每天跑 怎样可以保持到连续跑呢 刚才也说了 我解决心理的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刚才说了 即是你跑得开心的话 虽然每天跑 但你觉得每天有一些惊喜给自己 每天你都觉得有一些目标想追求的时候 你就有个动力去跑 另外一个就是生理上的问题 每天跑事实真的是累的 这个是会有的 我刚才也说了很清楚 在前七天很决定性 你身体的适应能力是如何 如果前七天能够适应 做得好 后面那十几天 其实身体真的会告诉你自己 你是有能力跑到的 虽然可能你跑到很累 但你只要自己跑得多累也好 只要跑到今天的目的地 你第二天早上睡觉就可以再跑回 你觉得自己所谓的累 只不过是移一刻的累 不是说你明天都会累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 自己在生理上适应的反应 我通常试验这么多次 就是如果没有伤没有痛的时候 我第二天睡醒后 我的脚再起跑的时候 事实真的不会太紧 肌肉很痠 没什么预算还保留起自己的大腿小腿上 你觉得自然跑一下 就能够轻松地跑回 你们几个人一起跑 五个人一起跑 它的速度应该是不一致的 你们是一起跑 还是分开跑在前面等它呢? 其实在一些我们的环台里面 有一个团体一定会面对的问题 你个人可能没想到自己就自己 但是在一个团体上 事实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快有慢 状态又高又低 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大家也很有默契 就是我们会在一些路线上 先大家会约略知道路线是如何 至少限度由这个点 到另一个路线大 大家会谈一谈 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第二件事就是有快慢的问题 始终我们都会快慢的 第一件事就是去到一些重要的分岔点 觉得路标不清晰 需要在大家一等 去告诉慢的人 知道那个分岔路向左 还是向右 还是怎么样 我们通常去到一些分岔点 我们就会等的了 大家都有默契知道 在一些重要的分岔点 一定会见到自己的同伴 在等自己 不会走去 那就变成大家很安心 我们也习惯了 就是有快有慢也好 但是去到重点分岔点 我们就会停下 我们跑得快的 可能休息也当是 跑得慢的 他来到 也知道我们等了 他们都心理准备 觉得大家还在 不会自己孤单地跑跑跑跑 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默契 就是大家跑了几天之后 大家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默契 知道大家有胸子不同 但也知道 在一些重点分岔位 路线上 大家都会跑到一起 你跑过之后 你建议 在幻台跑 应该是多少个人 在一起 比较好些 这一件事 其实没有一定 一个很明确的准则 人多 牵涉一些比较复杂的安排 但人多 可能大家的感觉上 会多些朋友照顾 也会有他开心的一面 人少就会比较 以安排 但在某些情况上 例如说 你出现了一些跑步上的问题 小人就没有人照顾 听阿根卿说 他们以前两个人去跑 也很容易去应付 因为弹性大 但不要注重 容易去住宿地方 住宿、吃什么都容易 因为你始终比较 人方面的安排上 是比较简单 人多的 你刚才面对我们有五个人 或者六个人 我们要找民宿三间房 事实也是一个压力 因为不是每间 一些小的民宿 都有三间房 可以给到来 有时在这方面 也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人多人少 都有自己的好处、坏处 你说哪个Optimal 比较好些 我先听阿根卿和阿根祖 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只有一次 我不敢着准 他们的说法上 其实只有四个人 是比较好的 因为吃、住、行 其他东西都容易够安排 我也想知道 你跑了22天 才完成 期间有没有伤患 和台湾的医疗支援 方不方便 其实如果说伤患 我们有五个人 都有不同形式的伤患 都有试过 只不过有严重或者不严重 譬如我自己说 我跑到最后的三天的时候 都在我的脚后的根肩 都出现一些比较强的情况 有少少 这个可能因为 经过比较长时间 去跑步的时候 都会出现了一些 小的根肩 比较拉紧的情况 有少少发炎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你所谓后面的阿基里士症 还是小腿 比目鱼肌之类的 应该在我大腿后面的 出现一些拉紧的 在跑步的时候 我都已经察觉到 有这样的情况 我便在速度上 要跟其他同伴说 有些问题 可能我跑得慢一点 跟他们说 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晚上回去 都吃了一些消炎药 也很幸好 我吃了两天 消炎药 其实出现了 都没问题了 对我来说 因为当时是最后三天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 一定可以应付到 问题不大 另外有些同伴 因为他可能在练习 或者其他事情的时候 未必足够 跑得比较长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些速度 适应不好的时候 都出现了一些 在主要的膝头 或者大腿的根腱上 都出现了问题 不幸好 他当时真的出现了 一些跑步的情况 他们自己在台湾里 都找了一些针灸 或者铁打 去做一些医疗 据同伴说 他们在台湾里面 做医疗服务 都比较简单 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都很多 还有做医疗服务 的水准都很好 所以他们 虽然出现了问题 但是经过当地的医疗 其实有些情况 都可以解决到 台湾是一个岛国 风景相当优美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有什么特别美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还台湾了一千公里 其实在这么长的距离上 我们都有很多美的景点 我们都可以遇到的 很希望你可以逐点逐点地介绍一下 其实一些所谓的美的景点 我们可以说 比如一些风景点 比如简单说一句 我们跑上苏花公路上面 我们会看到清水断崖 这些 苏花公路就是 就是指哪一段 在苏花公路应该是上底 因为我们是从南面 回到北面的方向 所以第一段的苏花公路 那边主要是一些 比较多隧道的一段 上上清水断崖是那一段 那一段来说 其实风景很漂亮 因为这个都比较著名的景点 很多旅游或者是单车团 都会在这一段的公路上 去做一些景点 拍照 这一段 在当天来说 天气也比较漂亮 那天在清水断崖 我们都觉得风景真的很漂亮 它是面对大海的 应该是太平洋的 面对太平洋的 是很漂亮 这个是其实在苏花公路 看到一个比较特别 我们觉得 因为想去欣赏的地方 因为苏花公路很多时候 因为很少是被人去走 因为那边其实不是被人去走 但因为我们跑步 就是照跑上去 所以在很多平常 我们可能在旅游巴 博多的景点去拍照之外 其他旅游巴不停地点 我们都可以 因为我们跑步路过 我们都可以走去拍照 所以整个苏花公路来说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为除了清水断崖 一部分的地方 其他地方 我们都可以用跑步的形式 跑到去 我们都可以走到那边拍照 打卡 所以整条苏花公路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香港虽然是四面环岛 但我们未必是面对宽港的海洋 是的 而且因为在西面那边 近太平洋 还有些地点 可能是一些铁路点 这里有些火车站 是刚刚在太平洋边 在太平洋加上一些火车线 火车站 其实整个景配合上来 也是很漂亮的 很多人在那些地方 打卡 就是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 特色的地方 因为有一个火车轨 火车加上蓝色的天 蓝色的太平洋 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做postcard的景色 这些也是我们去到的时候 我们觉得挺开心 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们跑到这个火车站 我们觉得是一个景点 我们上去打卡 拍完照 我们然后再继续跑 我们就变成一个 挺开心的旅游方法 肩甲台湾可能看到夕阳 是吧 夕阳那些就不一定去到景点 问题是时间配合 因为我们刚才说 我们跑了十个小时 基本上都有机会跑到六点钟 在当时的台湾 六点钟 基本上是日落时间 如果那天的天气好的话 就会遇到一个好的日落 加上周遭的一些田园的景色 其实我们每天差不多有五、六晚 都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一些日落景色 我们觉得虽然跑得很辛苦 因为通常日落 其实都最后有几天 跑到最后几天很辛苦 但是看到这么漂亮的日落 拍照打卡 我感觉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节目了 除了桑花公路之外 其他比较有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地方呢 比较深刻印象 因为我们刚才说 我们是由南边经过一个售卡 在台湾还越了台湾 又向了台湾的西面 去到东澳那边的时候 因为一落回去 其实整个景色很不同 因为我们在东面的时候 其实是高雄 这些主要是工业重镇 或者是市区 主要看到市区景比较多 或者是一些田园景色 但一转过去售卡 落回去东澳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太平洋的景色 其实一落回去东澳那边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精神换发的一个鼓励 因为看到茫茫大海 因为在香港 我们未必可以看到这么壮阔的一个太平洋的景色 但是去到那边 基本上我们一落回去 我们发觉一个很壮阔的太平洋的景色 又漂亮 又加上在当时来说 如果是天清气浪的话 我们觉得在那个感觉上 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虽然我们跑到可能都挺辛苦 我们跑到很高的斜路 又落一条很长的斜路才走下去 但是一见到这么壮阔的太平洋景色 当时什么疲劳都消失了 这个对你们的环台是一种花红来的 相信台湾的农坑比较多 应该很多都是田园风光的 是啊 其实我们跑的路线大部分很多都接触到一个稻田 因为始终台湾是一个环米之乡 那它的稻田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跑很多地方都见到很广阔的稻田 真的一望无际都是一个稻田的一个景色 刚刚我们现在三月份来说 可能是刚刚是插秧没多久的 所以是绿油油的一片 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 都是一个绿油油的一些田园景色 那看上去很舒服 就算我现在插上来看 都觉得那些景色来说是很吸引 因为很少见到这么绿油油的景色 加上一个天清气浪 或者一些日落景色的时候 我觉得这张照片都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香港本来都有耕田的 现在就没有了 哥哥想知道其实还有没有见到牛呢? 我们已经违望了牛很久了 我们的牛已经是流浪牛 牛反而就不算太多 因为我们沿路跑其实也不算见到太多一些牛羊 那现在偶尔才见到一些牛群或者羊群 不算太多 因为主要它现在耕种都是这些机械化 耕耳机之类的 那些都不算太多 都明白的 因为因为用一只牛羊都非常昂贵 但反而在台湾的特色 我想说就是真的很多狗 狗就真的很多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在台湾 都是一些偏僻的地方 用这些狗作为看不透的安排是很常见的 因为它可能鸣一只狗是防盗的警示 那些狗其实只是得废 一般这些狗比较凶 一见陌生人就废 好像警钟那样 但这些狗通常是绑着链 所以你虽然跑过 它叫到七彩都好 它都不会跑出来咬你 因为它被人绑着 但是警示性状况是很高的 因为任何陌生人觉得经过时 它都会响 都会叫的 那变成了屋里面的人 就知道有陌生人走过 那只不过一只狗停了 不再叫就知道陌生人离开了 那就是我觉得 是一种警钟的信号 台湾有一只狗 是台湾土狗 现在好像不知证明了 叫做台湾显 还是什么的 是非常知名的特产 现在要找一只纯种的台湾狗 都比较难和矜贵的 除了一些狗之外 你一定要遇到台湾人 他们对外来人 他们应该很容易分别到 你们是不是台湾人 是啊 其实我们穿着这件跑步衣 都有横台的标志 他们都会看到 咦?我们是在横台活动 或者是我们的装束 背着背囊 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横台的 所以很多台湾人 其实一看到我们 在横台的活动 其实他们都已经很热心 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是跑公路 公路在对面 因为对面行车线 看到我们都会停下 加油 有时候有些还会令到我的惊喜 可能他在某段路 已经见到我们了 可能他特意开一架车 在前面等我们 然后可能买一些饮品送给我们 但是他知道我们是横台 他又知道我们跑得辛苦 因为天气热 其他人都知道很辛苦 所以他特意把车 洗前去到一些7-11的休息站 可能我们等我们 然后就问 你们是横台 是横台 我有些饮品给你们 帮我们打气 我们觉得很惊喜 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 几开心 台湾人对我们 做这些环台活动 是这么欢迎的 他们不会觉得 你阻止我们的交通 阻止路面 非常多谢焦sir的分享 环台经验 相信听众听到 可能都有兴趣 试试环台 我们今次的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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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